这是一个让人绝望的世界 一种新兴病毒的爆发 让世界能够减少三分之二 患者只要感染病毒 就会在20分钟内 变成不同大小的昆虫 所有丧失理智 成为只会杀戮的虫子 它们聚在一起 形成一个虫龙 苟活下来的三分之一人类 也需要随时面对昆虫的袭击 能来它们的 似乎只有两种未来 并发或者成为昆虫的食物 一个叫阿伦的商人 靠着收集死人 遗留下来的财物谋生 他的搭档穆腾是一名驱逐者 是专门与昆虫死杀的特种战士 在执行任务时 遇见一对父母正遭受昆虫的袭击 两人立刻驱车追逐 穆腾拿出大枪 吸引了昆虫的注意 所有凭借灵敏的行动 爬上了昆虫的身体 拔出刺刀 选择对其警部刺路 这是昆虫唯一的落点 紧接着 点开手枪 将昆虫杀死 可等它们感到遇难的妇女这边 只见车上蓝能已经身受重伤 临死之前 将女儿伊丽委托给木腾 希望可以带着伊丽找到母亲谈亚 和木腾也寄予承诺 让蓝能可以没有遗憾地离开这个世界 就在木腾准备带着伊丽离开时 他却醒了过来 吵闹着要去找自己的父亲 却被木腾一把拉住 但伊丽显然还没有接受父亲离世的现实 所以根本听不进木腾的劝告 下一秒 木腾就将伊丽打倒在地 他表示自己愿意保护伊丽 但如果伊丽迟疑求死 那么他也不会拦着 他根本救不了自暴自弃的人类 伊丽最后还是坐上了车 此时两人并不知道 他们的相遇将改变成令人绝望的世界 伊丽跟随木腾来到驿城 这里的军队都讨厌驱逐着 两伙人虽然都是对抗昆虫的主力军 但却水火不龙 在争吵时 门外却发出一阵巨响打断了他们 原来有人类感染的病毒已经变成了昆虫 他的身后长出一对蓝色的翅膀 就在昆虫马上要对街上的人类出手时 木腾及时赶到 用灯笼吸引了他的注意 所有手起刀落 昆虫就被木腾给杀死了 周围的驱逐者都很崇拜木腾 而军队即便不满驱逐者 却也不敢把怨气撒在木腾身上 他带伊丽来到一家酒吧 将他托付给这里的老板马里奥 顺便调查一下伊丽的母亲谈亚 南河即便马里奥对伊丽温度细腻 可刚失去心能的痛苦 以及这充满危机的陌生环境 伊丽还是无所适中 于是在隔天 伊丽找准机会跑了出去 他想要回去 但是这里的巴士却聚在 他们不想出城送死 在伊丽不知所措的同时 木腾也发现了伊丽的消失 他并没有太大的感受 因为这一切都是伊丽的选择 可马里奥就愤怒地跟他吵了起来 他等会就是木腾的冷漠 让伊丽害怕 马里奥让木腾去找到伊丽 而此时伊丽却漫无目的的前进 当他来到一处废区时 却被一群重连袭击 慌忙时先携下高楼 先要被一位男孩纳兹救下 人家刚刚的虫人 是一群小孩的恶作剧 从纳兹口中了解 这个废区本来是一座繁华的都市西门 可是某一天有人感染了病毒 为了永绝后患 军队封锁了这片区域 用大火将人类和病人全部烧死 这惨无人道的行为 让伊丽觉得人类与昆虫一样残忍 唯明的夕阳是这个世界 唯一可以欣赏的景色 因为不管病毒如何肆虐 昆虫和人类如何战斗 他都不会受极影响 看着这片夕阳 伊丽忍不住想到了自己的过去 那时候他为了看花 不过父亲的劝阻 独自滔滔跑了出去 小时候为了寻找美好充满勇气 客长拿后就变得如此胆小 想到后的伊丽 充实着对生活的信心 而他与那兹的对话 都被躲在墙角的沐腾听到 他很欣慰 沐腾并不是冷漠无情 只是他见过太多的黑暗 在这绝望的世界中 除了自救 其实别无他法 最后莫腾把伊丽与他父亲的合照 交给纳兹的一页 让他送过去 在看到照片后 伊丽顿时明白了一切 找了莫腾的方向 跑了过去 最后真挚的讨谢 两人一起回到酒吧 马尼要见到伊丽 开心得不行 可很快 又有人被这昆虫病毒侵袭了 这座城市发生了灵魂凶杀案 死者的死法十分惨烈 连续列有数的女民 看到都要忍不住呕吐 莫腾拿到这里调查后发现 现场的惨状明显是人为的 都会被吞噬干净 但在残暴的手法 却又不像人类可以做出来 调查没有什么线索 直到莫腾回到房间后 发现自己的桌上有一个信封 上面标记着详细的地图 还有先前那些死者的手法 这是赤裸裸的挑衅 本来打算无视这个信封的提示 但是却在路上看到 纳兹手上抓着与伊丽相同款式的裙子 他立刻拦住纳兹 询问伊丽的情况 原来伊丽在外出帮马尼要买东西的时候 钱包却被爬手偷走 在追逐的时候正好遇到了纳兹 纳兹下有类似偷钱包的混混 领头的是一个女汉子 名叫丽兹 她对伊丽这种穿着可爱 做什么事都有人帮的娇小姐 特别反感 表示只要伊丽给她玩作命长 能抓到她 就把钱包还给她 而纳兹手上的裙子 就是伊丽在追逐过程中 不小心划破的 现在他们两人 已经来到了西门的瞭望台 而这里恰好就是那个 沙南光摩提到的位置 明知道可能会有陷阱 但莫腾绝不允许伊丽出事 正好撞到了杀人狂魔 粉尸的现场 既然被发现了 多杀一个人 对她来说也无关痛痒 幸好沐腾及时赶到 救下小孩 两人也正式展开对决 既然有信心挑衅沐腾 并且在没有带帮手的前提下 说明她对自己的实力特别自信 拿沐腾找准机会 看断了对方的武器 准备继续进攻时 对方的胸狗镜长出镰刀般的虫腿 这突如其他的袭击 让沐腾没有防备 而这虫腿显难 带有麻痹毒素 如果仔细查看 便能看到她的脸部 仅有一只昆虫的眼睛 她炫耀自己 这半能半虫的身体 享受者玩中猎物的快感 就在这个怪物打算行动时 伊丽去来到一处高台 敲响大钟 怪物被伊丽吸引了注意 她认为木腾已经没有了威胁 就在怪物爬上高台 看到伊丽的模样后 整个人竟然愣住了 而木腾也用尽最后的力气 朝着怪物的脖梗开墙射去 被击中落点的怪物 发出惨烈的哀嚎 所有转身逃走 伊丽见窗赶马来到木腾身边 看着这个为了保护自己的男人 她担心不已 木腾在确认伊丽没有受伤后 也终于扛不住 倒了下去 伊丽在确定木腾只是浑水后 军队的心也终于松了下去 所有安静地躺在木腾身边 缓缓睡去 在这绝望的世界中 令我彼此陪伴和依偎的人 是难得的可贵 后来 伊丞迎来了周年庆 所有人都在忙碌的准备着 难而运送货物的火车 就在半路被流沙吞没 军队火速前往调查 发现竟是一只巨虫搞的鬼 为了能让周年庆顺利进行 军队找来木腾商量对策 最终游火轮决定 派人作诱饵把巨虫引到地下道 难以炸死 其中一位军官卡其木 为了弥补当初犯下的罪孽 主动请营 其没内自火烧人类的行为 他也参与其中 他对自己的恶行感到无比的愧疚 就在计划顺利进行时 木腾却收到伊丽 可能就在他们执行爆破的地下通道 仍然先前伊丽打算拳西门 但是军队为了掩盖当初火烧罪行 于是把西门封锁起来 伊丽被利兹从地下通道带去西门 两人便正好遇到那只巨虫 情况非常紧急 希望木腾及时找到他们 赶紧用火力掩护他们逃跑 不过火力明显不足 还好是利兹熟悉地下通道的环境 才帮助木腾脱险 而巨虫昏然不知地继续往前行动 卡西姆收到讯息开始准备爆破 他本来打算牺牲自己去点燃炸药 与巨虫同归于尽 木腾突然出现 将他带出了炸药区 并且在闸门即将关闭之前 开枪点燃的炸药 巨虫被成功击杀 而被救的卡西姆也在事后找到了木腾 表示自己并不讨厌他 谁都知道卡西姆对驱逐者极为厌恶 但看来 不能因为一个身份 而去否定一个人 木腾这个驱逐者 用行动赢得了卡西姆的尊重 之后他拿出一条项链 表示自己没有要送的人 就让木腾去送给伊丽 当礼物吧 然而没过多久 卡西姆竟然感染了病毒 整个人开始慢慢地发生重化 最伤心的 竟是受他照顾的利子 虽然卡西姆曾参与毁坏利子家乡的行动 但是这五年来 他对利子的照顾 让他能明显感受到 再冰冷的心 都会被无乐 即便知道可能卡西姆是因为愧疚 但他的行为确实让利子 想要原谅他 卡西姆让人现在立刻杀了他 可周围的人根本舍不得开枪 知道木腾温训赶来后 在询问卡西姆的一言 他便毫不留情地砍下头颅 那心红的血液 散在木腾的脸上 他也难过 这样的场面 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 他没有任何情绪流露 一脸面无表情地走进房间 这个男人在镜子前 看着满手的鲜血 最后突然大声痛哭起来 就在前不久 他又失去一个好友 伊丽忍不住询问马里奥 关于木腾的过去 他出生在远东尽头的一个城市 从小就被驱逐者的老大拉扎罗 抚养长大 他将木腾当成儿子一般照顾 将所有驱逐者的技能 全部交给了他 即便一开始 让木腾从当诱饵吸引巨虫 但对于拉扎罗的信任 他从来没有抵抗过 他相信在巨虫攻击到他之前 拉扎罗就能处理完这些巨虫 而当时驱逐者的经济大约是虐夺 只要帮助人类驱逐困重之后 便会在平民百姓之边虐夺财物 这也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 所有军队开始修改条例 为了不让驱逐者被扣上杀篮头衔 人类在感染病毒后 必须出现翅膀 才允许击杀 并且可以从军队这边拿到报仇 然而一次在与军队合作的时候 却被军队陷害当成弃子 全运的死伤惨重 希望拉扎罗保住了木腾 即便拉扎罗有着复仇之心 却能就不敢行动 木腾劝说拉扎罗不该受制于军队 以他的实力绝对能自立为王 但一切都已经晚了 因为拉扎罗也感染了病毒 即将就要重化 他在临死前还不忘继续教导木腾 记得杀虫要砍他的脖子 随后自己了解 木腾顿时失去了活下去的理由 整个人封闭了内心 事后他拿到拉扎罗的红颜知己 卡拉这边 在最伤心的时候 有个大姐姐安慰 心灵便能瞬间治愈 第一次认识这个大姐姐 是在大连才能去的一个地方 当时卡拉还被带条西的捉弄了木腾 表示他还没到能来这里的年龄 卡拉是这个区域所有男生的女神 就连拉扎罗也将卡拉当成女神 可即便如此 卡拉却并不轻浮 最后更是承认木腾最亲近的人 他不理解为什么拉扎罗教育他这么多 到头来就只有他一人狗活 卡拉没有责怪他 即便知道是木腾手认了拉扎罗 却仍旧表示 不管怎样 他都会无条件站在木腾这边 而军队不愿放弃驱逐者 这支有战地的军队 打算让木腾归乡 否则便以拉扎罗没有长出翅膀 就击杀为由来逮捕木腾 控告他杀人的行为 虽然卡拉极力想保证木腾 但他却不想拖累这个善良的大姐姐 在深夜中 将拉扎罗所有钱财 以及带有信仰的十字架 留给了大姐姐 一人独自离开了这里 看到告别心的卡拉 跑出方面拼命地寻找木腾 可却根本来不及了 无人为力的卡拉到在街上 无主的哭泣 而现在木腾又一次经历亲手 送走同伴的痛苦 但现在也有个女孩在安慰他 给予他心灵的治愈 那便是伊丽 可当年没有想到的是 从痛苦的深渊走出来的木腾 却收到了一份军队的情报 上面的信息表示 那些残忍的巨型昆虫 竟然会对一位少女停下攻击 而从已知的情报来看 那个少女极大概率 就是伊丽 所以一群人出现 打算带走伊丽 为首的银发科学家弗朗茨 是从事研究人类虫化的第一人 但是木腾早已从后窗 带着伊丽逃走 其间离子 他们这群小孩 一直在给木灯打掩护 可能就有士兵发现伊丽一伙人的踪迹 眼看无情的士兵 打算枪杀的一次他们 伊丽的大脑突然出现过去 那不愿意回想起的记忆 所有口中发出蟲鸣 眼前的士兵竟突然变异成了昆虫 并且听从伊丽的命令 不过最后伊丽还是被弗朗茨给带走了 木灯从伊丽的心理中 找到了一份记忆储存卡 在破译密码后 看到了已经死去的伊丽父亲 格里菲斯 他透露一个定联 完全没有想到的真相 他并不是伊丽的亲生父亲 弗朗茨才是伊丽的亲生父亲 格里菲斯只是弗朗茨的助手 本来他将弗朗茨当成亲弟弟看待 不过因为一场实验 让两年关系决裂 伊丽的母亲坦亚 是由感染昆虫病毒的女人生下的 于是弗朗茨使用弹亚的遗传基因 成功制造出了一个人型昆虫 而他就是杀人狂魔阿特 由于性别是男性 争论弗朗茨的计划无法继续执行 昆虫的统领必须是女性 虫后的作用却是号召 所以阿特成了毫无作用的失败病 被彻底遗迹 之后弗朗茨更是利用弹亚 进行终极研究 成功领造出了一个机械虫用 那些异边的巨虫会将它当成虫后 而弹亚需要牺牲自己 在这虫用中显得无尽的长眠 这样一来 除了可以控制昆虫不再危害人类之外 虫物的声音还能唤醒人体内 尚未绝境的昆虫病毒 格里菲斯正式看到了这个隐患 而弗朗茨却对此不以为难 从今天起 这个世界将会迎来审判 当虫后的声音在07之后层次传出 本来还在举备通领的人类会突然异变 而军队的士兵也早已做好准备 对他们进行处决 从这之后 人类将会受到保护 而昆虫则会受到绝对控制 这就是完美社会秩序的开端 从这之后 新存下来人类将不再担心有人会变成虫子 而为了让这个计划可以长期执行 伊丽成为了备选虫后 弗朗茨只是想要追求关于这场病毒的真相 才为同意幕后掌权者阿达哈姆 提出了病毒军用化 他是被阿达哈姆收养的 但两者更多的还是合作关系 因为弗朗茨需要大量的研究资金 现在阿达哈姆组本开始对疫区进行攻击 打算利用虫后来掌控这座城市 而格里菲斯当时与弗朗茨决裂后 便带着伊丽离开了实验基地 原来他打算杀了伊丽 但一生爸爸 让他下不去手 由于伊丽当时点点太小 也至于对过去的记忆有些模糊 疫区的西门已经被攻破了 所有原住民都拿起武器 开始奋离抵抗 他们集体护送莫腾离开伊区 让他赶忙去拯救伊丽 因为在这场战争中 只有伊丽可以改写结局 在莫腾成功逃出城外 来到重农之后 他亲眼目睹那些残忍是杀的剧种 竟有趣的游荡者 这样他大敢吃惊 而在莫腾四处寻找伊丽的同时 阿特竟已经将伊丽给解救出来 他想到谭亚之前的交代 让他一定要保护好伊丽 可伊丽在将人类变成巨虫之后 便感到恐惧 认为自己只是一个工具 他不打算离开 申法出去后 自己会给人类添麻烦 可不是谁都能走上自己想走的路 谭亚是自缘牺牲 他因为为了弗朗斯的研究奉献自己 这就是他选择的路 所以即便知道结果是什么 也要做出选择 然后听起胸膛 就挑战了一个已知的结果 伊丽想要去见自己的母亲 阿特便将她推进了升降梯内 独自一天面对守卫军 阿达哈姆已经从监控找到了伊丽的位置 但也先守卫虫龙的那些昆虫 却听从伊丽的命令 看到这一幕的伊丽 顺其明白自己的选择到底是什么 哪怕成为人类害怕的怪物 他也必须要掌控这些昆虫 成为下一任虫后 没想到阿达哈姆为了夺取昆虫的控制权 将太阳那边的功率调到最大 于是伊丽失去了巨虫的控制权 竟然不能及时赶到 才救下从空中摔下的伊丽 而布朗茨也在这个时候叛变 他向阿达哈姆坦白 弹亚功率一旦开到最大 就会启动他提前设好的虫写程序 昆虫将会在一个小时内不受任何人控制 而一个小时足以让昆虫将整个虫农的人吞噬干净 阿达哈姆也必须赶忙撤退 现在留给伊丽他们的选择只有两个 要么等待一小时后 昆虫恢复平静 弹亚重新控制昆虫 要么伊丽在这期间杀死弹亚 成为新营的虫后掌控昆虫 而伊丽已经做出选择 木腾将会无条件支持他 但是前往弹亚重用那边 却需要被昆虫不断袭击 虽然昆虫不会攻击伊丽 但是却会把目标转向木腾 然阿达哈姆也想到了伊丽 可能会被夺去虫后的位置 并且关于虫中的这一切的秘密 不允许被切入到高层那边 于是便派出守卫军 想要阻拦他们 木腾挺身而出与对方开始周旋 而阿特也转后实验室 及其那些研究者 剩下最后一口气的弗朗兹 也拖着疲惫着身体来到控制台 替伊丽打开了通往弹亚网座的塔门 伊丽抱怨弗朗兹的自私 他宁愿父亲就是格里菲斯 可当弗里斯那痛苦的声音传出 伊丽还是忍不住地喊出一声 爸爸为他担忧 但最后弗朗兹还是倒下死去的 他在临死前顿雾 可他从此之中都很爱弹亚 光是想到如果弹亚 如果喜欢格里菲斯 就觉得这万万不行 看着身处王座内的母亲 伊丽开始与他交流起来 回忆着过去的种种 最后狠心毁掉装置 而他也因为气动被毁 而睁开了双眼 他的生命力开始迅速流失 看着外面的女儿 他的脸上只有欣慰 随后利用程序写出 I love you 与伊丽做出最后的告别 从后死亡 阿特第一时间赶到 在这之前他与莫登正在对决 莫登早会看出了阿特的内心所想 他其实对自己存在这个世界充满迷茫 半人半虫的身姿 让他分不清自己到底是虫还是人 如果是虫 就会把势力啃食得干干净净 但他却一直没有这么做 阿特杀人根本不是为了吃 而是为了证明自己并不是虫子 所以他杀的人 全部都是驱逐者 因为一旦自己被驱逐者杀死 那么他将会永远被判定为虫子 这档对决以阿特败匪 他做好能死的准备 可莫登却没有打算杀死他 阿特最终于在莫登的嘴顿下顿悟 自己虽然是失败的实验品 无法掌控驱虫 但是他绝对有着其他存活的意义 他能不能保护好伊莉 自己要去寻找活着的意义 之后伊莉将母亲的尸体放在花园中 而阿特则将弗朗茨的尸体放在一旁 虽然弗朗茨的过去成本自私 但阿特却能感受到 他对自己那份独一无二的爱 地区的战争最终 也在联合军的救援取得胜利 阿特哈姆统治世界的计划宣布终结 无知的最后 伊莉与莫登坐上阿伦的车继续旅行 未来会是如何 他们也不得而知 但不管如何 他们一定会挺起胸膛 向前进 片名 重拢的卡加斯特 动漫剧情有很多地方会让人有所触动 当然可能因为3D动画 成了不少人圈腿的一个重要原因 或者是因为定位是灾难片 可随着剧情发展 就发现竟是科幻片 最后才知道是个狗粮犯 而感到羡慕嫉妒 这部犯剧的评分并不高 查看评价后 发现不少人对作品的要求 还是蛮高的 而我个人是真的挺喜欢这部动漫 它的核心主题是 不管这条路有多长 不管是否有人能理解 夜镜笃听你所相信的光芒 它终将会覆盖每段腐坏的过往 剧中的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冷舍 以至于即便人物众多 也不会忘了这人到底是谁 并且战斗画面 以及特效 也算不错 另外 此外大姐姐 是真的 长得也太好看了吧